影片一开头出现大大的勒 紧接着红色圈圈框住台湾 各种船舰和飞机炮弹齐发 最后握紧的拳头变成一把利刃 刺进台湾正中央 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 释出最新动画影片 要表达挑衅越胜勒得越紧 重锤落地力剑传心 对岸官媒创意大爆发 还把台湾比拟成一头侧躺的豪猪 北部地区是政治经济中心 相当于心脏部位 而南部地区则是台独意识形态大本营 堪称大脑 对照豪猪的肚皮是东部地区 等于避难所和安全屋 最后西部地区布满力次 就是台湾防御体系重心 各种文宣公式也是军演的一环 中共十四号清晨宣布军演后 大陆官媒一早就在网络直播 线上同时观看人数 一度突破两百万大关 但专家发现这次解放军 并没有公布军演将持续几天 恐怕有其用意 特意不宣布也是增加悬疑的效应 而且造成人心的激荡 所以他特意不宣布何时结束 也是有他真正的设计与考量 专家解读 这次中共并未如外界预期 在国庆日前后军演 是刻意避开霸梁投票 担心被拿来带风向 他们刻意将这个时间推迟 这又让台湾社会有很多人认为 是文工降调而来武贺取消 但事实上当大家一松懈的时候 他就突然将这个演习推了出来 大陆官媒与学者专家配合军演 陆续刊出谴责台独评论 但文工武贺有没有效果 台湾社会已经给出答案 TVB新闻综合报导